那可能不一定只是疾病 但是甚至連對國家政治的部分也是一樣 社會狀態都是 你不要想到疾病發生了才去治療疾病 真正的要做的是 還沒發生疾病的時候 要去做 這是治胃病的一個觀念在那邊 好 這是比較早之前叫黃靖靈 其實我們這本書我提到 後面 可以開始先做 心理的一個功能 剛剛提到的像保持運動 維持體型 最近 大家應該都很清楚 就是 非常講到腰圍 只是跟 代謝 如果說你身體脂肪比較高的話 你的腰圍也會比較舒服 大家記不記得男生的腰圍 最好控制在多少年內 女生的腰圍最好控制在多少年內 比較 你們也問一下 這邊 如果說 內臟一些肌肉啊 脂肪等等的 他脂肪堆積我們看不到 身體其他部分如果動的比較多 有時候因為你動的多 肌肉動的多 他脂肪就會 你會消耗比較多 比較弄得很近 但是腹部這邊 大家常常做的 常常做的 做久了 腹部就變大 你腹部變大是一個指標 有些人 手很瘦 但是肚子很大 那是要看他的手很瘦 還是要看他的肚子 那表示他的生活其實還不健康 其他部分 脂肪累積也很多 所以肚子是最容易看出一個人 這麼健康的一個 身體代謝的一個狀況 類的指標 適當的營養 你問哪些營養 或是哪些東西 會對某些疾病 或是你的身體狀況有幫助 我會在個人健康的那一堂課 再跟大家給我介紹 規律的作息 持續學習 持續學習我今天一直強調到 修身養性 這一些運 這一些東西 都是在修理自己的身體 養性的話這一點就比較難 這比較深 都要個人自己去 心態去調適等 待會我們再做介紹 好 那之後一個團課 是跟運動 跟健康執行的十大科水準 這堂課 這堂課非常非常重要 再來 睡眠與記憶 簡單講一下就好 規律作息為什麼這麼重要 因為人體在晚上 暗的時候 頭腦會分泌 你一種叫做 吞紅基礎 或叫褪田基礎 沒有吞 吞色的吞 這個東西 它有幫助於 在頭腦海馬尾的地方 的一些段階記憶 你會先到海馬尾 做一個修存 然後在晚上的時候 再做轉化 再存到大的鼻子 比較固定的地方 就變成長期的記憶 那如果說你晚上睡覺 暗的時候 你沒有讓它睡 甚至晚上燈一直看得很亮 坐在電腦心一直看 你眼睛受到光的刺激 你頭腦的那個 退位技術 沒辦法分泌 它那個技術 沒有辦法分泌的話 一方面 它會影響到 你的一個 當然記憶會有相關 第二個 它會影響到 你身體的免疫系統 因為研究證明說 退位技術 跟你身體的一個 免疫細胞 用體細胞有相關 如果說你晚上 沒有睡好覺 退位技術 翻面敷出來 免疫系統 那個東西 沒有辦法被活化 免疫功能比較差 坐在我們身邊 那早上再躲眠 有用 一定要晚上睡 比較好 所以規律做起睡眠 記憶跟身體的健康 這些都是很關鍵的 好 學習很重要 好 再一次強調 好 舉三個英文字就好 這時候應該有些 我一開始可能 一開始講 如果你只是都 只固定這樣的一個 生活的模式 你沒有去學習的東西 沒有新的刺激 老神經就互互 負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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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責 然後就講 記憶參與生活 簡單講一下 這一點他們強調兩個重點 第一個 人際社交的活動 第二個 從事生產力的活動 人際社交活動 相信大家 平常跟家人 跟朋友的一個互動 雖然現在 還好 各位比較幸運的 是比較不會想 跟年輕那些 都其實在網路上互動 其實這個會有一些問題 你現在 少人跟人的正面的一個互動 會有很多 我們會上去 我們今天先不談那個 想想就好了 這邊指的郵箱 不是email address的那個郵箱 是家裡的郵箱 大家看看裡面 現在能夠在郵箱看到什麼東西 還有沒有生日卡片 還有沒有手機的信息 都沒有 甚至廣告 甚至帳單 都是因為我們不要的東西 所以如果說 各位 還有那個心 還有幾個好朋友 想要聯絡的話 試試看 在他生日的時候 或是比較特別的日子 寫一張卡片寄過去 或是明信片 你去那邊玩 寫一張明信片寄給他 收到 換作你自己就好 如果你今天 信箱卡開 有一個你的好朋友 寄一張卡片 寄一張明信片給你 你收到之後 我感覺就怎樣 很棒 然後前幾天 才收到一張 從美國為一個朋友寄過來 那個卡 感覺很好 每次都拿起來看 那比Email 感覺好多 好 從事生產力的活動 大家生產力不要想要 不是真的要去生產 這邊 代表生產力是 創造社會價值 包括 有收入的 譬如說正職 工作兼參與 或者是沒有收入的 你去幫你 晚輩帶小孩 或者是去參加社會公益活動 做志工等等 這一些都是 衝到社會價值 都是有 積極參與生活的 標準在裡面 所以 希望大家能夠盡量走出 加入 走入社會 好 現在時間 35分 先讓大家休息 來彌補 你可能已經失去了一些 活動 待會再跟大家解釋 所以他們強調說 人類是具有 潛力去做彈性的調整 以達到更好的發展 好 SOC 這三個字是什麼呢 第一個 S Selection 選擇 去選擇一個 適合你的 你需要的 東西 想法等等 待會再解釋 第二個 O O Opensation 這個字我比較念不容易 最優雅 就是 把它 練習得 越來越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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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管是你選 比如說 待會再仔細介紹 先把這三個字講 最優雅 最佳好 第三個C Compensation 補償 去彌補一些 你失去的功能也好 你不足的部分也好 所以SOC 模式就是 選擇 最優化 跟補償 這三個 概念 用實力來解釋可能比較清楚 生活符序 嗯 其實在國外 非常非常地普遍 就是 有些 老年人家可能八十幾歲 九十幾歲 他們真的走路不方便 但是他們其實 還不需要用到 圓儀 他們還可以走 只是走得不太遠 所以他們會用很多 用走的東西 如果 體力比較好的時候 他們用的是一種叫 四腳管 四腳腹 它長的樣子呢 我還是 剛講到選擇吧 你可能說 走路 腳的肌肉退化 不方便走 或是你有關鍵炎 走入胃痛 不方便 如果因為這樣 你就不出去走路 或是不運動 會整天在家裡 坐著這樣子 那指揮照 那一種情況 什麼情況 就是 身體退化的更快 而且不只是你腳步 肌肉退化 因為你的動 不走 你只是坐著這樣子 你身體其他器官 你會退化的更快 所以 如果你去選擇 一個適合你用的東西 然後你繼續去運動 繼續去走 繼續走出家 能走入社會 跟人群接觸 你選擇一個好的東西 再來 最佳話 持續去練習 一開始可能不太會用 但不太順 用著用著 越來越好 越來越順 就好像 跟以前走路差不多了 這就是最佳話 把你的一些功能 提升起來 達到 C compensation 補償 去補償 你原本已經 不太能走的腳 這就是 SOC 選擇 一個東西 去練習 達到一個最佳話 你去 彌補 C compensation 彌補你退化掉的東西 這是其中一個例子 大家還可以想出 什麼其他的例子 要不要想想看 有沒有其他的例子可以想 世界大戰 退下來 退一個老兵 他們可能因為 戰爭 手腳有受傷 眼睛受傷 所以他們設計一些東西 讓這些退休的老兵 能夠很開心的活在家裡 或是其他地方 慢慢慢慢 我們現在叫做 通通的設計 就是通通都能使用的設計 不管你是哪部分需要協助的 他都可以做得很舒服 我們再舉一個例子 勢力或拒絕功能下降的時候 怎麼辦 剛剛 前面兩排的 都已經問過 我們來問第三排的同學 請問這位大哥 如果說 您今天 說不太例子 會收到隔권 請問這位 您 請問 您